皇帝 当年朕还是皇子的时候 常常与左右的兄弟 豪颜壮 仿佛无所不能 总觉得 面前的江山 垂手可得 但朕 坐上皇位之后 却发现 原来根本就看不清 这江山的模样 也看不清 皇帝 到底站在江山的哪一个位置 你说 朕 到底 还是不是天子 皇上当然是天子 明月不敢揣测圣意 但明月知道 皇上是天子 天子之所以是天子 不仅是顺应了民意 更加是顺应了天意 既然是顺应了天意 皇上自然在这江山之上 任何人都不能动摇天意 赐予皇上的地位 这种举子一案 你为什么不插了 难道西大人不知道 这是皇上的旨意吗 是皇上不让插了 皇上何时下之不插 在下不知道有新的旨意啊 皇上的旨意 有些是写在书面上 有些是写在脸上 还有些是写在心里 习大人 你应该知道 如今是西北吃紧 皇上要依靠高相府 在西北的势力 你我什么官职啊 是要以卵击石呢 还是要自取灭亡啊 自保求存 牢蚁探生 可惜呀 读书人的虚名 怎么敌得过吏部尚书的官冒啊 正因为我曾经饱读过圣仙之书 而且我还在官场上 莫怕滚打了这么多年 才不会像你这迂腐的老夫子一样 只知道成一时之强 把昭雪剩下的唯一点希望 都复之东流 你 你 你是 你 你什么你啊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你以为查案 非得举着大旗敲锣鸣骨吗 都像你这么鲁莽 这案还没有查完 还不知道 就已经冤死多少人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没有看错人 行了 走吧 你生西某的气了 西某这就给你赔不是 对不起 哪有那么多闲心一直生气啊 你 难道不知道 高府的人早就盯上我了 免不了 又得演一场戏给你们看 西某明白了 西大人 有劳你回去以后 马上抄一份名单 派你最信任的人送到我府中 我会派人按照这线索 我即日赶去冰州细细查访 行了 走吧 你真让我捏你走啊 我走我走我走 你 你